这是我们的系统窑桶双柜汤化镜 这个尺寸是40公分乘以40公分的 这个是发热板 这个是下工作板 这是硅胶垫 首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温度的调控 这是一个智能二回忆仪表 左边是Tempreacher 就是那个温度的调控 首先我们调的时候 要先按一下ICT键一次 然后进入设定状态 然后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温度 我们也可以按那个向下键头来减少温度 一般设置是210度 好210度OK 设定完毕之后 要再按一次复位才可以的 好 那个温度已经完成设定 这个时候 按你复位之后呢 设备就开始升温了 右边是时间按钮 我们首先按一下ICT键一次 进入设定状态 设定状态 这个绿色灯亮了之后 就可以设置那个时间了 然后我们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时间 或者按向上键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25秒钟就足够烫升滑烫了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SET键 最后一次 部位 完成那个 那个时间点的一个设定 那这个是 电源开关 好 这边呢 这一个是控制面板 这两个是双手提灯 开关 当这个手动转换 调向左边的时候呢 我们必须要按这个双手启动 才可以那个 这个设备才会压烫的啊 而这个是 当调到右边的时候呢 右边的时候 就是一个全自动状态烫化 那个设备就会自动烫化 好 然后我们先打到那个手动 手动状态 一个烫化的一个状态啊 这个是个急停开关 当我们那个 需要这个设备停止烫化的时候 我们要按一下这个急停开关 当需要设备继续烫化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正 顺势这样转一下 这个急停开关就可以反弹回来 然后设备就会继续工作了啊 好的 现在我们再试一下 手动状态一个烫化 这是生滑纸 一个图纸 这个是一个提论布 白色提论布 我们首先把布停摊在这个 下固焦板上面 这个工作板上面 停摊之后呢 把这个图案呢 面上这个 这个布 然后呢 把这个发热板呢 抬开过来 到位之后呢 我们要按一下 这个双手急动开关 那这个设备 就开始倒计时了啊 当倒计时 从25秒钟到0秒的时候呢 这个发热板呢 就是自动弹起来 然后烫化就完成了 就可以把烫化弹起来 好 这个发热板麻就要弹起来了 看这个发热板 好 这发热板麻就要弹起来了 好 我们就会发现 这个烫化效果是非常棒的 好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烫化效果非常的漂亮 非常的 这个图案呢 完全已经过上去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 非常的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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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